前的试读赛成长一倍以上 记者综合报道 而为了推广南瓜营养价值 鼓励民众买奥 所以新北市宣布全国大南瓜比赛正式开跑 要邀请民众到渔人码头体验一系列的南瓜节活动 好像完成了 随着不停慢炒 米粒逐渐飘出浓郁香味 新北市端出创意料理 提前让民众感受全国大南瓜比赛的氛围 淡水地区因为经过我们吃生活这几年来的协助 这南瓜的产量一年比一年多 那我希望说能够借由说 这个南瓜的比赛以后 能够全国如果说民众如果到淡水的话 不光只是看古迹 也要能够顺便买我们的农产品 就是南瓜 为了替比赛和一系列南瓜节活动造势 重达100台斤以上的大南瓜和各种食用南瓜 统统搬到会场 南瓜达人也预告将有超过600台斤的南瓜 重量级现身 从田里面出来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 我们自己设计一个特殊的工具 可以直接把它升上来 那再用10个的大概要10个人抬 10个人抬还是蛮吃力的 要修小几趟才可以出的来 那到现场之后一定要堆高机才有办法上车 1001年的时候我们的产地大概有46公顷 那到今年已经达到70公顷了 那总产值的那个经济的效益就大概5000万 大南瓜比赛起跑同时 在70位损农竞争之下 新北市损王诞生 透过外观 硬度和田度评比 有来自新店损农称棒 再配出田度突破7.2度 可比联屋的田损王 则由三峡损农胜出 打破去年记录 为新北市农产 这一串话题 记者红尔鲁米达新北市 谁放得到 语音方案一搭配 是吗